我觉得我们的恋爱谈下去没有意义了 在一个城市愣是让他过出了异地恋的感觉 我最近确实有点忙 实在是没时间陪他 他天天闲得没事 总以为我跟他一样 当初在学校的时候 感觉他也就是情商低 但是天天在一块 我觉得他对我还挺好的 可是现在这完全就是态度问题了 我们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天天腻在一起 我觉得现在没这个必要了 应该有彼此的空间 去做属于自己的事情 这都是借口 如果不走心了就别拖着了 给我们双方自由 对大家都好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陈23岁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季22岁来自河北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是同学吗 是同学 一个专业吗 不是 不是啊 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 是同级吗 我比他大一届 是哥啊 对 怎么发现师妹的 就是学校有一次组织 微信公众号活动 微信公众号活动 对就是编辑那种活动 然后为他大一届 然后在工作上就比较照顾帮助他一点 然后因为比他了解学校一点嘛 我就发现那小姑娘还挺漂亮的 然后人也挺温柔 然后我就追了他一段时间 他也觉得我挺好的 然后我们就在一块了 在一块有多久了 一年多了吧 一年多了 今儿为什么来啊 是我想来的 因为我觉得我都快受不了他了 就是我觉得他对我特别不用心 我们现在在一个城市嘛 硬生生让他给过成了异地恋的感觉 我觉得哪有这样谈恋爱的呀 不是 你们在哪个城市 我们在宝定 就读书 是吧 一个学校 对 然后他大肆实习现在 然后他找了一个实习工作 在哪儿实习 就在宝定市 然后我就 对 然后我暑假就特意为了陪他嘛 我就想跟他在一块 然后我就也留在宝定了 然后我就想着 这样就能在一块时间多一点了 但是谁哪儿成想 人家根本也不给我这机会 一个月根本找不着人家人 同城异地恋 可不 干嘛去了 那我不是刚找着工作嘛 我为了输去业务 我平常加个班什么的 然后就找他的时间可能少一点 然后他就觉得我特别不用心 我就感觉我没有不用心 我可能就是平时工作忙一点 没有去搭理他而已 宝定很大嘛 不大呗 我就觉得他特别不用心 为什么 因为我俩离他 你说宝定一共那么大点 顶多坐公交车 一个小时就能到了 那他但凡对我上点心 也能抽出个晚上 实在不行对吧 也能去看我一趟呀 然后完了人家根本就没有 那你们这一个多月 靠什么来联络呢 微信 我有时候微信找他聊天 主要是不是我不去找他 主要是他在学校住 然后我在那公司宿舍住 然后来回车上就一个小时 我平时下班六点钟下班回去吃个饭七点多了 我一个小时找他见过了多长时间 然后再回来一个多小时 我勒大呼呼的 我就感觉特别麻烦 我还不如在宿舍刷伙手机 然后第二天好好工作呢 那谈恋爱麻不麻烦啊 对啊 这根本就是态度问题 人家男朋友坐十几个小时火车 去人家女朋友城市 就见一会儿人家觉得可开心了 你就坐一会儿车来去见我 你都不愿意 这编导说你还留了一些证据是吧 来 你们看看这些证据啊 小工匠特细细 我今天很不舒服 我就吃一点点米饭 你自己去买一颗 可是我好累 那你洗洗睡吧 说柔柔的有啥用 我又过不去 那你好歹还我 哪怕说说也不行 给我点心灵慰藉呗 少跟我来这套 我也不 那你会啥 你能不能有点情伤 你是有点急了 咱们看下一页啊 明天周六有什么安排 明天宿舍聚餐 有时间陪我们一起出去吃个饭 这啥意思啊 道理去不去 没时间 你天天怎么那么多事 我见你一面就那么难 再看 还有吗 能好好说话吗 你什么时候能陪我 你就敷衍 就是嘛 大家给评评理 根本就不是我找他事 也不是我挑刺 就是特别不认真 这完全态度就是敷衍呀 就是不来找我就算了吧 我说那我去找他 对吧 然后人家也百般推刺 要不然就是这个有事 要不然就是那个有事 反正就是 干啥都有空就见我没空